正在筹备归来的导演张艺谋这些日子呢 风波不断 先是被爆出超声门 再是惹上抄袭的官司 还没消停多少日子呢 又被拍到身边疑似多了一个神秘女孩 大家都开始疑惑了 老毛子究竟有几个好宝宝 张艺谋再婚的消息被爆出后 妻子承婷和几个子女越发低调 但近日有媒体曝光了一组他们的照片 这组照片拍摄于10月初 当天陈廷一身休闲庄现身北京首都机场 而她的右手紧紧牵着一个目测约有五六岁的小女孩 小女孩的神情颇有翻版张艺谋的感觉 这个小女孩正是张艺谋此前爆出的小女儿张一娇 随后陈廷母女俩便坐上了一辆商务车离开机场 记者也发现这辆商务车正是张艺谋的座家之一 而后记者也发现自超声门发声后 陈廷就从原本的公寓搬出 住进了位于顺义附近的高级别墅区 小区的保安十分严密 外人很难进入 而就在不久之后 记者在别墅区附近的咖啡店门口再次发现了陈廷 而在陈廷身边除了女儿张一娇 还有一个身穿粉色外套 绑着两个小辫子的小女孩 看上去比张一娇要小两岁 当晚陈廷带着两个孩子和另一个保姆模样的中年妇女 到咖啡厅对面的餐厅吃饭 晚上九点左右 一个身穿红色上衣的小男孩率先走出餐厅 他正是张一娇的次子张一丁 而另一个同样身穿红色上衣 个子略高 站在餐厅大堂内的则是张一娇的长子张一南 随后陈廷牵着女儿张一娇 保姆则牵着粉衣小女孩 与朋友们一同走出餐厅挥手告别后 张一南张一丁张一娇三兄妹 以及粉衣女孩 一同坐上的张一娇的座驾返回别墅 陈廷与张一娇的三个孩子全部浮出水面 可是这第四个粉衣女孩又是谁 从现场目击的情况来看 陈廷不仅待她如亲生女儿 小女孩还和陈廷一家住在一起 身份引人猜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